13点45分了,给大家看看这个啊,朋友们 这个人叫王叔贺,王叔贺,大概这个音啊,大概这个音 他的14岁的儿子,前两天被三个人打死了 具体原因现在不清楚啊 他现在说大家不要再给他传了,这个视频不让转了 应该是当地政府以及这个公安吧 派出所啊,公安局给他压力了啊 这个事发生在安徽省灵壁县 叫鱼沟中学啊,安徽的灵壁 就是那个人死了不放在灵堂里吗 啊,就灵活的灵啊,活灵活县的灵 壁啊,就是这个这个开辟的辟 下面一个玉啊,和氏壁 是吧,哎,这个这个令相如就那个壁 灵壁县,鱼沟,三点水啊 打鱼的鱼,沟,山沟的沟,水沟的沟,鱼沟中学 他14岁的儿子,被三个人活活打死 但是现在他迫于压力 对了,好像是南京还是安徽 一个大学生,女大学生 好像被一个黑人,还是一个哪来的人 好像俩人搞过一段时间对象 后来不成了,还是怎么样 那个黑人把那个女孩打死了 拿刀捅死吧,好像在学校的那个小树林里吧 现在他爸爸好像前一段 应该是前年的事了吧 前年或者去年,是吧 然后去去所谓的求得一个合理的解决 不知道最后怎么处理的 就是在中国有很多事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中国,在中国这个当调查记者的 是个高危职业 早些年有一个山西的 因为他揭露了这个煤矿的腐败吧 以及掩盖一些死亡事故 好像最后还把他关到监狱 后来出狱之后来过北京 北京在南三环那个脚门 马家铺那边 有一个叫什么万芳亭公园 公园东边有一个叫山西大厦 那会我住那附近 我住在沙子口 离那西楼园啊 这边都挺近 好像那个山西记者在那住过 然后这个好多调查记者 河南的那个洛阳吧 揭露地沟油的半夜 11点多让人打死了 后来说是酒鬼打的 说喝多了 其实根本就不是 就是被谋杀的 还有河北吧 是苍州还是衡水 还有其他地方那个制药厂 用那个那个很脏的东西做胶囊 被揭露出来 中央电视台那个那个叫赵普吧 那播音员 把这消息播出来之后 还中央电视台还特别愤怒 不让他播 好像领导还把他怎么样了 那赵普好像后来不干了 离开中央台了 然后他住在那个哪 住在宣武区 那个陶人厅公园北边 那个叫什么门 叫青龙白虎 还是叫什么 玄武门叫什么 那个小区 然后那个小区的那个业主维权 他还参加过 赵普是个不错的人 不知道还在不在央视了 现在留在央视的 都是白岩松这样的人 是吧 你像崔永元啊 像毕福建啊 像这种人在里边待不长 都是像泥平 董青 就这